函数里面,当然前面是if的话,是单单是if而已 那如果说你有两个逻辑 这两个逻辑都要同时去做判断的时候 那当然做法上面不外乎就是一样 插入函数里面,使用什么?使用逻辑函数 这个应该没问题,if里面按确定 可是一个格子怎么办?一个格子要融两个的话 当然方法有几个啦,不外乎就是说 你用前面的三角形这边插入AND函数 或者如果你习惯用打的也没关系 你可以怎么样呢?打一个AND 直接打那个AND之后的话 然后再来就是刮鼓一下 那如果你的第一个条件是销售量 它必须怎么样?大于20 第二个条件你就中心在一个斗点 那就是哪一个呢?销售金额必须大于8万 那这个时候的话,加一个后刮鼓就可以了 也就是AND后面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 那特别至于如果你有第三个条件的话 你就在这个后面再加一个斗点 总共可以加255个条件 不过一般不太可能有这么多条件 不过也就是说你AND刮鼓就...哦! 那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自己打的话 还有第二招啦,我比较习惯 如果你懒得打,你可以在这个前面箭头点一下 其他...就是说其他函数 记得哦!从这边加哦! 那找到AND函数之后 一样嘛!点这边 直接大于20 然后第二个条件 这个大于8万 这样子也OK啦! 那总共有255个可能的逻辑判断 但是你按确定之后,它会跳出错误 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公司还没有完成 那怎么办呢?要不就自己打 要不就把游标移到if 移到if之后再按前面这个插入函数 它会帮你把刚刚的AND公式 放到第一个格子里面 那这个方法我觉得我也蛮习惯的 那就看个人习惯 哪一种方法都OK 那如果说这两个条件都成立的话 那你就打一个U 反之的话就打一个列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的判断 给做出来 就是说它可能的条件有两种以上 那这个用的是基本的函数来做的 按确定之后 那当然这边的话可以往下填满 那再来你要去思考就是说 它如果VBA里面该怎么做呢? 其实基本上VBA里面的做法 跟前面我想那个if 差不多 只是说在if if后面放的是一个逻辑 可是如果你有两个逻辑的话 你就是在第一个逻辑的后面 空白键再加一个AND 再空白键再加第二个条件 如果你有第三个再加一个AND 反正一直往后加就OK了 那所以如果在这边我希望加一个按钮 它可以自动帮我完成的话 那做法上不外乎就是回圈 for i 等于2到7 这个固定的 然后就是中间加if 条件的话有两个 sales B 跟sales D 对不对 里面的话你就抓出来判断 OK判断如果说它符合这两个条件就给优 反之就给列 那这个程式该怎么写 我想一样 第一个visual basic 如果你上个礼拜东西还在的话 那你就直接有个模组打开就可以 如果你上个礼拜档案不在的话 记得就一定要插入一个模组 反正你要转写那个VBA程序 一定要有一个模组 所以因为我这个是又重开一个档案 没关系 那你就插入一个模组 接下来呢把程序写上去 不过因为这个都写过了 所以我就直接从云端上 那我希望做一个什么 做的是一个叫业绩的一个程序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直接从云端上面有这个 业绩的程序 那我就直接把它Ctrl C Ctrl V 贴上 程序都写完了 不过等一下请你 尽量不要这样 你就自己再打打看 如果实在是比较跟不上同学 没关系你就先做完 然后跟得上为原则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叙述大概 其实也都跟前面差不多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多了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第二个条件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有第二个条件的话 就是在后面加一个end 那其实前面都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有没有我们在判断那个 前面那个范例 成绩是否合格的话 也是一样 只是抓的栏位不太一样而已 然后输出的话呢 是输出到F栏 所以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就把它执行看看 执行的话呢 一般是把它扶在上面 然后移过来这边 我们看一下VBA这边 那你就游标放在这个程序中间 按个执行 出来了 结果OK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把刚刚的那个程序部分 就是刚刚那个公式部分 转换成VBA的话 OK 那会有这种方式来做 那这个VBA的做法 还有第二招 第二招的部分的话 我之前好像不知道 我们跟各位讲 就是说 如果你中间这个地方 假如怎么样 我送出来到储存格里面 送出到储存格里面 假如我不是一个优或一个列 而是怎么样 我直接想要 因为每个人每天都做了很多的公式 那这个公式 假如说怎么样呢 你希望可以跟这个VBA直接做连接的话 也就是说你丢 不是丢一个优惑列 而是直接怎么样 把你原来的公式丢到这个格子里面的话 那这样的话 比如你已经既有的东西 是不是也可以跟VBA马上连接 所以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等一下我顺便补充一个 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希望丢的东西 是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 直接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然后它会自动帮你执行 该怎么做 这个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那另外还有自定函数 那把画面先再还给多一下 先试一下 OK 那这些东西的话 前面都讲了 都已经有讲过了 那只是说 我们增加了一个AND的逻辑 集进来而已 那其他的应该都 差异性不大了 所以以后 反正你就套公式 然后 其实VBA的按钮应该可以很快做出来 那 就是等一下再 就是补充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输出的东西不是一个优惑列 而是直接把你曾经做过的公式 直接包在VBA里面 这个等一下再讲好了 这个我觉得将来应该也会用到 也就是让VBA的使用弹性更大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